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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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月份的时候我驾车我的小兰巴六去蛇帮体验赛道日 非常幸运的在海外路上我车子的大镜中了几颗的石头 前几个星期我就换了大镜 而至于换了大镜之后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呢? 那就是 念叮得啦 讲到念叮得就不禁让我想起这一位美女 讲到叮得 叮得咧 我们不得不提叫 I B 哈喽大家好 我是I B 又定格任我 是是是 今天我的发流来念叮得嘛 是不是 在马来西亚的market里面 叮得很多种牌子 是是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先讲牌子 不先讲叮得 几好 我们先来讲一些小知识 好 来 OK 首先 第一个小知识就是 现在马来西亚的market上面有一种叮得叫做 Color Paper 是这样子吗 Color Paper就是一般所说的黑膜啦 它是一种薄膜咯 主要就是隔光线 隔热部分是很少 然后隔纸外线功能是有的 它不是真的是所谓就是Color Paper没有效果那种 有一些比较劣质的它是颜色很快退 甚至就是我们在安装过程喷水的时候 它流出来的水是很不错的 OK 它会脱色 好像墨漬 是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就很普通 所以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外面好像全车年不到200块钱 那种可能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情况 不敢说 不敢讲 这个我们就不要讲太明白 因为等下有人在讲我们在破人家的生涯 有它的每样东西 有些顾客群可能他们预算比较低 或者是他也不需要太高的隔热功能 他只是想要黏黑 那他要装一些很普通的膜 就也是有这样子的市场的 OK 好 OK 了解了解 讲到黏黑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Hinted 是不是越黑越好 好像戴墨镜这样子吗 我们戴墨镜 那也直接看到太阳光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其实不是 个人膜它的染料跟它的颗器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在这边等一下 或者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指示和一些示范 例子 可以看到后围有很多机器 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来 因为现在我们过渡 现在已经在普遍流行 RFID这个东西 对 是不是 Hinted 里面有帖子 真的会很影响RFID在做工 如果我们说它是属于有多层的帖子 这种高科技模的话 它会屏蔽掉这个功能 手机的讯号呢 有会被中心病吗 多数是不会的 多数是不会的 对 比如说AutoGate 可能我们回家开门的时候 它就要比较靠近的距离 它的讯号会稍微的减弱 在AutoGate方面 RFID也是有影响 那电话手信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哦 怪不得 我另外一辆车 过那Scancar好像 要刷很多次 好像很难detect 但是我驾另外一辆车的时候 一下子会过 可能是这样子 你所说的 不同的科技 哦 所以现在铁字的功用是什么 它的隔热功能之外 它还可以在反射那个热量 哦 OK 刚刚你的工人有开一个机器 然后上面会撒水花 那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好像在清理某些东西 那个很独家 那个就是我们的水屋江城 就是把门打开过后 我们把车开进来 就是那个空气很老乱 所以那些空气脏 灰尘轴会飘上来 所以我们要进来过后 我们就会开了这个水屋 让它整个环境的灰尘给降下来 过后我们再开始施工 嗯 这都很重要 因为其实不只是看产品 收工非常的重要的 嗯 了解了解了解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是只有你们 Georgia Branch 有了什么 还是其他的Brunch都有 嗯 我们的有啊 我们的马赛 Georgia Year 古来都有 哦 忘记讲了 OK IVY的幼天间店 不是Georgia Year Branch 以前吧 可以看到上面挂着 有 Tampoi Gulaima Sipen Ma 是 我们还有一样很独家的东西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电片 其实隔热膜不只在选隔热膜方面 是需要注重的收工 都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我们很在乎的东西 是 都有听过一些顾客讲 他在某些地方坐了过后 他的新车 然后他的镜子被刮花掉 有吗 我有听过 之前我有 某个牌子的新车 就 嗯 因为是厂家送他的Tinted 然后结果 他的那个后尾那种湿镜啊 嗯 就划痕 然后就 裹扁了 又要换镜子 真的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因为镜子在挂花了过后 是没有办法去磨平它的 所以我们要有 我们是零几率 零几率 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的边镜 所有一个那个磨片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会在上面开磨 那前后大镜 我们就必须要在上面切磨了 就是我们在做了一些那个热烘了 把整个形状吹出来了过后 我们要进行剪裁 就是把那个形状给切出来 当刀片如果很利的话 角度很对的话 其实他是不容易伤到那个玻璃 但是总有意外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独家的手工 就是我们有一个垫片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用这个垫片 隔着那个玻璃 而剪裁出来那个形 所以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挂滑那个玻璃 所以如果挂滑的话怎么办呢 工人扣心水呢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真的有这个问题 我会跟他承担 是是 然后工人就 那个也应该是 哭哭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器材 因为我觉得 我很感兴趣这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都是拿那个Dinter 放他去了 你手放他去了 会不会热 不会热 这个Dinter是好的 但是我看到你好像 又有风扇 又有这个Invalet 又有一个 魔术球 魔术球 我觉得 你在玩什么把戏这样 我就把我的把戏 来一一解剖 好 可以 现在我们就来 让Ivy示范一下 到底他的这些器材 可以做些什么示范 让人家可以更加的了解 他的Dinter 有什么特别之处 OK Ivy姐现在你要来跟我们玩这些 你的大型玩具 是 来演示一下你的大型玩具 怎样玩 好的 所以第一个 我已经感受到了 有个小太阳在这边 真的很热 很夸张的热 是 非常的高温 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功用 好啦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 红外线的灯 它非常的热 所以这个风扇 它是用热能来启动的 嗯 我们要看它的隔热效果好不好的话 像这样子放下来 是 它的这个热量阻隔了过后 你看风扇就停止了 就是它没有热量 它就不会启动 嗯 那我们拿开 它的热量就 有透过了 它就会 启动这个风扇 因为你看到这边有个太阳能板 所以这边太阳能板 在吸到这个小太阳的热量的时候 是 这个风扇就会启动 对 所以当你放了那个tinted过后 对 它就阻隔了那个太阳能 是 就变成它的这个风扇会启动 是 我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东西 OK 就比如说像这款是属于一个很高科技 而多层铁质的一个高科技的热模 你看它可以阻隔这个热量 是 同时它还能够反射热量 冬下 就是热量没有透过的同时 它的那个热能反射过来这个风扇 所以它更少的热能透过去 就变成它的这个太阳能是这样的 对 它就折射掉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科技的产品 才能够做得到 是的 就有一些呢 也是可以做到隔热了 但是它还没有做到反射热量的功能 就像干孩子块 嗯 我们它可以阻隔掉这个热量 哦 但是它不能它反射不了 是 有 它怎样都反射不了那个热能 哦 啊 就像这一款呢 你看它放下去过后 它还是热量还是会透过 哦 哦 这个就是你所谓的Color Paper 嗯 它的隔热功能很少 对 吃比较少 那就比较经济哦 哦 就看每个顾客的需求 嗯 那它都有隔热的 只是我的这个灯太夸张的烧了 是 很高温啊 是 我觉得我上在这边 我知道已经熟了 是 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这个 这个 我的膜需求 这个什么用途 这个呢 那我们可以测试有些隔热膜吗 我们就说有铁质 是 到底怎样区分有铁质 有铁质的膜 它会比较 能够 防热 和反射那个热量 嗯 就比如 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 它会被吸起来 哦 哦 那个电 对它会 它会导电 它里面有铁 是 这一款的话就没有 哦 一般正常隔热膜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功能的 就是有铁质 它才会有 一个 特别的 情况 嗯 像这款也是有的 哦 OK 这个 它就是 嗯 即使是 比较薄的铁质 它都能够测 测试得到 嗯 嗯 所以刚刚我们所说 那个 那会反射那个 对 这个这一块 刚刚我们说的 会反射 反射热量的这个 嗯 所以RFID 的话 是这个东西 对不起 它会屏蔽 哦 可以好 它就不能够 其实RFID 不是很适合你在大镜 是 嗯 我觉得人类是一个视觉动物 你这样子来测试给人家看的话 真的是 那个人会比较了解 是的 东西到底 它铁字如何 这个没有了 嗯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放了过后 那个风扇还是会转的 还是会转的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了解你这两个 大玩具的用途了 对啊 我们是专家 所以专家要有专家的器具 是是是 好 如果观众朋友 对于你们的车子 有想要换新的隔热膜 还是你们觉得 可能你们的隔热膜 不太理想了 还是可能你们之前念到的是 Color Paper OK 想要换更好的隔热膜 记得可以来找我们的 艾毅姐 当然 我们讲做这种东西 一定要有点无力的嘛 这个是 嗯 哪里你说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来到 Joya的Uteam这边 你们说 我已经订阅了 R&L7的生活频道 说给艾毅姐的话 OK 你们可以拿到 10%折扣 不管是任何的Grade的 Tinted 都有10%折扣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也真的是非常感谢 艾毅姐带我了解她这些玩具 因为我真的平时看别人 在拍那些Tinted的时候 都是讲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热 是 但是我真的无法体会到 地方的那种感觉 可是有这种东西 咦 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 让可能在荧幕前的你 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 有它的效果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 谢谢 拜拜